放射性的衰变 衰变分成三种类型 α衰变 β衰变 和γ衰变 在所有这种三种类型中 原子核都会发生放射性衰变 但是衰变的类型是不同的 什么是α衰变 当不稳定的原子核发射α粒子 能量时期会发生α衰变 在α衰变中 一个α粒子包括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 使它的电荷位加2 亥文字核有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 因此α粒子在核方程中用 方言区1、4、2 表示上标4是质数量 2个字加上2个中子 下标2是电荷以及质子的数量 α刷变 一个例子是由238到234的刷变 该反应中由损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 成为原素TH 该反应可以用下的方程式表示 是U23892到TH234 90加上H1242加上能量如果计算方程式的两边质子和中数字 意味着这方箭头两边的数字相同意味着方可能是平衡的 其反应生成TH234不稳定 因此也会发生放射性癌变 反应中产生的α粒子H142可以吸收两个电子 要以形成原素H就是地球大属性的方式 什么是β衰变 0是练子实际上没有质量原子核紧包和质子和中子 那么原子核如果发射电子呢 中子首先分解成质子和电子 然后电子从原子核发射 而质子停留在原子核部分 质子是原子 叙迅数增加一个 将一个元素转移到另外一个元素 办法衰变是一个例子是TH234衰变到PA234 在が反应中TH失去中子 获得质子后变成PA が反应可以用下方程表示TH23490到PA23491 将E0-1加能量 が反应中 在磁盘中穿了PA234G具有放射性 并分解一些另外一种成元素 反应中产生的电子 然后另外一个电子可以与α粒子结合成 在外浪传达中中子会变成电子和质子 产生另外一个体移的粒子 成为反中微子 层合内紧发射电子 这如何改变原子 的原子叙述和原子质量 什么是Gamma衰变呢 在α和Beta衰变中 粒子和能量都被发射 在加码射电子中 仅发射能量等不稳定的原子 和解除加码射电子 射电子是加码 只是能量在核反应中采放出来 以α和Beta衰变 释放的一些能量是Gamma 射线的形式出现的 辐射电子 释放的 α和粒子 只能将空气传播几厘米 它们能穿过一张纸或者薄薄衣服 它们可能会穿过皮肤 但是不能穿过皮肤下面的组织 Beta衰变的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甚至一米 它们可以穿过纸和布 它们不能穿过驴盘 它们会穿过 并且破坏皮肤下的组织 码射电子可以在空中传播数千米 它们可以穿过薄板甚至纸和布 它们只能用几厘米的 千或几米等混凝土植种 它们感染病 损坏人体深处的器官 放弃性的衰变率是多少 放弃性的同位素一定的 定 恒定数率衰变 用衰变 放弃器作为单位来衡量 所给定的数量的同位素 衰变一半 所需的时间该放射性的同位素 从位素的半分为14天 14天后 032开始量下降了一半 再过14天 剩下的一半 再就被衰变 以此类推 不同的放弃性的同位素的衰变 差别很大 放弃性的同位素 半个衰变期可能 甚至瞬间可能长达数十一年 例如 同位 同位素由238的 半分期是 44.7一年 同位素 同位素加的 40的半分期是 12.8一年 同位素 碳14的半分期是 557 30年 同位素 同位素 青山的 半分期是 12.3年 同位素 RID的半期 数 是 3.82年 同位素 POL214的 半分期是 0.00016秒 什么是放弃性和测年法呢 放弃性同位素可能用估计化石和延时的年龄 该方程称为放弃性测年法 用碳14 放弃性测年法 这是放弃性测年法的一个例子 碳14放弃性测年法是如何进行的呢 宇宙世界狀状集 宇宙世界狀状集 64到 原本是碳14就在地球大气自然形成的 生物吸收病 使用碳14就像碳12一样 生物中的碳14 如今分解成碳12 但是由于生物不断吸收 碳14 自它 它被不断分解成碳12 结果活着的生物 在碳14中 与碳12 比率是固定的 生物死亡后 它们已经包含碳14继续 摔变蛋不能再为分解碳12了 因此死亡生物中的碳14 会以等于碳14 旺杀7的固定数率不断下降 碳14 每5 730年 上面次如果日子 化石中还多少 碳14 则可确定该生物死亡过去 已经过去多少 半生年已经过了多少年 碳14的放射性年法是什么呢 碳14的半生期相对较短 大约5万年后 化石中残留的碳14太少 无法测量 因此碳14在放射性测年法 只能用于小于5万年历史的化石进行测年 具有较长半 I7 发生期 放射性同位素 例如 甲四值用于测量年 年代更久远的和化石的 和延迟的年龄 我最后总结放射性的衰变是通过 释放粒子和能量 转变成不同元素 是不同 不稳定的和变的更稳定的过程 放射性的衰变 分为成三种类型 α衰变 慢打衰变和干嘛衰变 每种粒子发射方向传播距离和掺透方式都不同 放射性衰变数据是同于一个放射性 从另外一个放射性同位素所经历的时间 盖4的用 放射器 表示 是指给一定时间的放射性同位素 衰变一半所需的时间 放射性测量法是用放射性衰变 估计化石和延迟的年龄 一个例子是用碳式测量 或者假的随时放在监测量 放射性衰变法和测量化石等 那今天就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